最近林心如霍建华夫妇 这是呼噜偏锋连英语 在巴刹慈善夜上 先是霍建华呼气心切怒指记者 接着又因为林娟 换成了千夫所指 而就在前几天 周杰就是重提 要把收吻林心如的黑历史洗白 耳杠也没有试着要伸舌头吗 我逼人情 这边没等林心如反应过来 又有人爆料 当年她扎小人诅咒赵薇 无奈之下 委屈的紫薇哥哥 只能关闭了微博的评论功能 讨清静 林先别感叹着夫妻俩是流年不利 其实他们从结婚后 就遭遇了网友舆论的连年不利 2016年俩人结婚的时候 3000万粉丝集体失恋 2000万蜜妹彻夜未眠 有人就说了 这婚是林心如逼着霍建华节的 要不然为啥霍建华全程冷脸 一点笑模样都没有呢 林心如怀孕后 访前又有了传言 说林心如有可能生下怪呆 差点流产 要说这俩人在结婚前 也没多少黑料 一个甜情温婉 一个帅气扬眼 可为啥结婚后就成了热搜赵黑体质呢 尤其是林心如 简直成了网友攻击的移动靶 依教主看 还是有众多的迷妹 无法接受偶像名花有主的事实 在这儿教主想要劝大家一句 就算是林心如跟霍建华离了婚 咱们的机会也不大